有量丹头,我是银言 自由高赛,我是丑子 天马行空,我是卢卢 是,今天我们到了5月12号 今天是三个女的人 一台戏啦,我们应该好好唱这出戏 不过呢,这出戏的一开始我们就要谈到 这个年度,也就是2016年的这个年度 最让我们受到欢迎的一个人是谁 或者最让我们感觉到受到尊敬的一个人是谁 也许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不同的人选 我心目中的最受尊敬的人应该是我的妈妈 嗯,这个母亲节虽然过了 可是还是挺感动的 对,母亲是挺伟大的 是真的很伟大,不是挺伟大 对,但是不仅仅在每个人心目当中 母亲是很伟大的 另外的一个人或许被人认为也是很伟大的一个人 他就是盖词了 盖词呢,最近的一个新的就是调查哈 就是英国这方面的公司对民众进行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是2016年最受尊敬的人物榜的名单 那么最受尊敬的人物榜的名单当中呢 男性排名前十位的第一名的就是比尔盖茨了 就是全世界的首富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应该是掌握世界权力最大的一个人了 那就是奥巴马 那么第三位呢,是习近平啊 他也掌握了很多的权力 第四位呢,就是我们的影视明星成龙 也是掌握了很多的人的喜欢哈 但是其中呢,可以看到还有第九名是莫迪印度的总理 朱克伯格是排在第七名 普京是排在第六名 霍金是物理学家排在第五名 以及马云是排在第十名的 那么女性的榜单都有哪些呢 第一名嘛,就是那个 那个Angelina Jolie 哦,对 那你如何看待Angelina Jolie呢 对于她来说,你觉得她第一名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她的影响力比较大一点 还是她长得比较美丽一点 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呢 我觉得是因为她可能积极地在做善事吧 然后就提倡女人主义 但是又比较比希拉里放暖一些 这是我的看法 哦,是 所以就受到了尊重 受到了尊敬 哦,是 所以呢,这个女人 就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是吗 是 然后,但是 刚才我们说的希拉里 希拉里她是排在第三名 她也是一个很强硬的女人 是 但是相比较希拉里 比较柔弱 或者是说比较亲和力 还有这种爱心 更强一点的呢 相信是 就是美国的总统的夫人米歇尔了 是 我们经常看到她在他们家里 搞一些圣诞派对的时候 他们家的狗狗 她的两个女儿 她发表的一些演说都充满了一种爱和温暖 是比较生活化一些的感觉 是 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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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马拉拉哈 马拉拉也是,呃,忘了是几几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他是巴基斯坦人 默克尔呢就排在了第八名 默克尔跟希拉里差不多 都是政治性人物 但是默克尔呢 比希拉里又多了一些 少了一些政治色彩 多了一些世界形怀 你就包括最近他对于难民 难民危机的这个事情的 一个对待方式和方法来说 所以这个榜单还是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名人 但是这个榜单的题目叫做 年度最受尊敬的 其实是年度最受尊敬的人物 他没说是名人 但是他选出来都是名人 但是这些名人不一定是 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 最尊敬的人 对大概就是人多取胜嘛 这个情况你看来 对是的 其实有让人受到尊敬的人 但同时相信还有 让我们另外的一个新闻当中 也让我们受到一些尊敬的人 你就包括现在 有一个新闻说 留了两年的长发 他就捐给了慈善的机构 一个他不是女孩哦 他是一个美国的男孩 但是现在却患了癌症第四期 是的 他是在美国加州 一个七岁的小男孩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小男孩 他曾经是不顾同学的嘲笑 因为小男孩如果你留长发的话 那么其他的同学一定会嘲笑你 哎呦你小男生 你干嘛就是去留一个长发 然后他也时常是会被误解是女生 但是他也不会对他们是怎么样 而且他会很有耐心的回答的说 我其实是男生 那他这个小男孩 他的就是特别感人的故事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呢 他特别感人是 他为了要帮助那些有癌症的人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流长 一直到33公分 然后把它剪掉 把它乐捐给其善机构 哦 这个头发能做什么用呢 如果是捐出去 就是有一些 我们看到有很多患癌症的人 他们的头发都会脱落嘛 那么他们就如果是 有人捐了这些头发给他们 他们会把它加工做成一个假发 那么就给那些有癌症的人 他们有一个假发带这样子 就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 是啊 明白了 所以其实他在留长发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患了癌症 然后但是他留完长发之后 剪了之后 他才知道他自己患了癌症 是第四期 所以这个时候 他是需要别人给他捐头发的 对吗 对 而且他也很坚强 他没有因为这个耳伤心 因为从照片看来 他们都很坦然的 接受了这个事实 其实这个间接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说是 教育非常的成功 是不是 他的家人 就是让他一个乐观 然后积极向上 虽然好像之前 他没有患病之前嘛 就是想过要怎样去帮助别人 所以家庭教育在这方面来讲 是一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新闻会让我们感觉到 一个人有善心 但最后没有善报 自己种了一个良的因 但是没有得到良的果 却得到了一个恶的果 我们还 尤其是我们信仰服药的人 他就会有一些 内心当中会产生一些疑问了 这件事情 这个的话倒是 如果以另外一方面来说 可能就是 算是一种 我相信好人总是会有福报的吧 可能是在于另外一种方面 可能是 过后的呢 我们说一种死后的世界 还是可能 他会 那个癌症会好转 之类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还没有成那个定局嘛 是不是 还有无限的可能性 对 是 大家还是需要学乐观的 去看待这件事情 对对 主要是一个心态来说 可是我相信 以小男孩这么乐观心态来说 应该 是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 对 小男孩 我们相信他会度过这个难关的 但是另外的一个妇女 是不是可以度过他的难关呢 这件事情 对 印度北方神呢 具有一个45岁的妇女 那么他就 好像怀孕这样 他肚子 他的腹 腹 腹部 有了一个97公斤的巨牛 哦 巨 就长了一个大牛是吗 就像是怀孕了一样 是的 97公斤是已经是比一个成年男子还要重了 对呀 他就像怀了一个一头小象那样 哦 你可以想想带着一个小象到处走吗 是是是 很艰难的 晃来晃去的 然后但是现在怎样了 他要做手术吗 呃 有一个医生 就是他看到他这种 因为他是很 他忍痛了很多年 就是大概五年的时间 其实在之前呢 他就很想要就是把他去切除掉 但是因为经济状况的问题 他的丈夫呢 就不让他去做这个手术 那么过后呢 他的丈夫就离开了 离开了以后 他也没有这个打算 嗯 过后是因为一直到现在 是他已经不能再忍了 因为已经是太痛了 所以他就去做了 去医院检查 那医师就说 你这一个肿瘤必须要切除掉 那么医生也知道说 他家里其实是有一些经济状况 就免费的帮他做了这一个手术 然后才很艰辛的 把这个97公斤的巨瘤拿了出来 他也特别幸运的一个人 不过这样子的病还是很难见到的 印度除了这 也许是世界其他地方 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些 就是病态的出现吧 也希望他早日去康复 但同时呢 就是在他另外的一方面 就是他是发生在印度 但是另外的一个人 我们不可以想象的一个事情 发生在另外的一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艳势男 他不想活了 他就在网站上贴出 谁能把我吃掉 然后也许当时 他是处于一种抓狂的 或者是说 肯定没人把我吃掉 就随意的就把这间 这个广告给放到网上去了 结果他真的收到了一些信息 真的引来一个吃人魔 对 这吃人魔呢 就怎么说 就一直可能跟他网络上聊天 他表示 我真的曾经吃过人 然后还真是跟他约出来见面 然后那男子到了森林的时候呢 还真的是看到尸袋啊 甚至还有调味料 可以想象 就是人类 然后可能配个胡椒粉啊 对 像是煮饭一样 要把它煮来吃 我比较好奇 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烹调 他警察在他们家中 就这个食人魔的家中的冰箱里 还发了一些 发现了一些腿啊 胳膊啊 是之前有一个女生被他吃了 那个女生是自愿被人吃的 然后 这是什么人都有 为什么会有人想要被吃呢 就一个史无全失的感觉吧 但是还是出自己什么样的心态 就是我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吗 还是我很想让人家去吃掉我的肉 可能我的肉特别好吃 其实这些东西让我联想到 有一个发生在日本的一个事件 就是一个男生 他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 他认为他自认是一个艺术家 然后他就决定把 他觉得他是一个无性者 所以他就决定把他的印精 还有那些稿丸一起切除 然后决定烹饪 就是自己厌制 不是吃掉 然后请别人过来吃 然后在日本真的就有人过来吃了 然后就搞得还蛮大的 然后好像一个那种嘉年华 不算是嘉年华啦 算是一个派对之类这样子的 就现场的男的就端出他的印精 然后还有那种干冰这样的冒出来 然后就这样切除 然后这一个人发帖文的这个人是 真的去尝试他 然后他就说 那种感觉是好像咬不断的感觉 然后你还可以感受到那种毛毛的感觉 对 然后那男的就是把印精切除掉那个男生 然后还甚至就是把自己的那个乳头 也一起融化掉了 对对对 就我觉得这世界上则是什么人都有 各种人各种事项 一种蜜羊霸一种人 是不是 对 这样子现象真是让人解释不通 就是昨天或之前 等一下我们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台湾的这个例子 邓杰在火车站杀人的这个例子 然后他到现在 他说最后他也没有后悔 他杀了人 而且他从来不 就是他从来不会后悔 你说在医生问他 就是在心理医生问他的时候 你后悔你杀过人吗 他说他从来都不后悔 如果是当时我还差几分就考到了警察学院 如果我能够考到警察学院之后的话 我会第一手我就拿上枪 拿上枪我就开始扫射 这是反社会人格吧 反社会性人格 很多都让很难让人感觉到去 怎样去解释这件事情 对 相信相信也许就是有一些原因吧 包括社会原因 包括我们家庭教育原因 也包括我们的现在的 整个世界的体制运作的 一个资本运作的原因 也许处处都有这些原因 对 都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 变得奇奇怪怪 对 对 可能我们需要一个世界大概组织之类的 然后去关怀这些人 对 给予大概适当的补导 再好像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应该发生 就在学校发生 可能老师大概注意到 这个学生可能 就鼓励学生多说话 多说话就可以了解到他内心 然后可能就给予比较多的补导 对 对 是 给予更多的补导 但是 一个美国名人能不能被大家补导呢 他就是川普了 对 就是川普 就是现在呢 就川普跟希拉丽嘛 就是大概势均力敌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在三个摇摆州支持力 就难分胜负 然后基本上川普他可以走到这一步来说 其实是让人非常的压抑的 因为他说话基本上可以用不经大脑来形容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走到现在呢 OK我们来先就说那个新闻吧 基本上 就两人现在在那个西法尼亚州 佛罗里达州和俄州的那个支持力是起股相当 然后基本上 经过美国的调查显示就是 如果在 候选人 在这三个州 没有胜利的话 基本上是很难选上总统的 对 自于川普的情况来说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美国的川普 跟菲律宾的独特地 对 都是走那种比较极端主义 比较 手还冒 让人冒冷汗的手 对 比较 不是民主的 算是有点独裁主义的 那现在社会上来讲 会不会因为独裁主义 这个时代 独裁 那个民主社会 民主的那个政策 已经管理不到一个国家了 所以人们就开始想说 要换一个政策 对不对 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考量 但是 现在大家都在想 就是在美国内部 究竟民众的心里 发生了怎样的一种变化 如果真的 最后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川普能够获得胜利的话呢 那么 对于美国来说 将是一个怎样的预期 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寓意呢 也是打一个问号的 但是 就我个人来说呢 川普挺新鲜的 然后但是呢 我也想让希拉里胜 如果是希拉里胜的制造 未来的五年 美国的政治 还是出于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不会有大上大下 大左大右的 这样的一些举动的出现 有些人 可是有些人的话又说的话 就是说 可能现在领导人 为了就是吸引民众 然后说话就可能比较过分 因为像川普 其实他讲话是前后矛盾的 像今天可能他就说 我不允许 就是我要阻止任何伊斯兰的 伊斯兰籍 比较极端一点 比较种族主义 禁止伊斯兰人进来 美国 可是过后呢 因为一个伦敦的 伦敦的市长是伊斯兰籍的 他就说 可以就你特例 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外 可能他上任之后呢 可能他作风 可能就收敛了一些 就可能没有像 现在毕竟 一个总统 我们还是一个体制嘛 就可能大家都会这样 控制着他之类的 就不要给他胡来 是不是 对 但是如果他这样子 就是做变脸的话 之前没选 之前的是黑脸 选上之后是白脸 大家很容易会 把他给选下去的 是 可能他赢了这一届 下一届就 去再看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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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